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迪 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佩奇 小心你别掉下 太迪 我的太迪掉下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太迪 大家都抓紧了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太迪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太迪 他在那里呢 太迪摊在一棵树上 我可以用这个毛把太迪给救上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猪爸爸把太迪救上来了 太迪 太好了 太好了 糟糕 没人再注意前进的方向 小心啊 前方有一棵树 抓紧了 天使 太迪卡在树上 现在轮到我们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我们迷路了 是不是 是的 哦 大家看那里 那里不是爷爷和奶奶的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想办法去猪爷爷的花园里 我也这么想 你们好啊 猪爷爷 还有猪奶奶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兔小姐 哦 拜托你帮我们 爷爷 吹击一下 用力吹 这样就能把船吹走 好棒 嘿嘿 它开得可真快呀 佩琪喜欢它的小帆船 佩琪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苏西 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 嘿嘿嘿 这艘是我的快艇 它需要上发条吗 不用 它是用电池的 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 哦 哇 这艘快艇真不错 对不起 鸭太太 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来了 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好丹尼 你们看 我爷爷给我做了一艘名轮船 哇哦 不错啊 真是太厉害了 它要怎么前进 它是靠蒸汽行驶的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 哇哦 真是一艘奇妙的名轮船 啊啊啊啊啊 小兔瑞贝卡和他妈妈也来了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瑞贝卡 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 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 小兔瑞贝卡没有船 我有一个主意 我正好带了我的报纸过来 我只需要一张纸 哪页是我们不要的 新闻版 体育版 哦 对了 时尚版 不要用我的时尚版 好吧 那我们就用商业版的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我经常会用报纸做手工 就像这样 猪爸爸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艘船 猪爸爸用报纸做了一艘纸船 谢谢你 猪爸爸 理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理查德 哦 天呐 理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 理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好 拿好了 太棒了 猪爸爸 那是 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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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了 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 胡说 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猪爸爸 真幸运 我仍然那么健康和强壮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从这边看 会看得比较清楚 爸爸你注意哦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弄湿 佩奇 我需要高一点的跳板 请小心一点 猪爸爸 也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哈哈 别担心 佩奇 别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我说了不会弄湿你们的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羊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哦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哦不 不好了 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 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 别慌张杨妈妈 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喽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 佩奇 去救援喽 去救援喽 我们去救援喽 你好啊 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了 太好了 狗爷爷 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 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 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哦 首先 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 再擦干净 哦 哦 对不起 我出问题了 哦 糟糕 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哦 快来救救我们 狗爷爷 哦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 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地图上显示 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儿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儿 佩奇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 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个叫地洞 哦 我带你看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进来吧 我们家里没有楼梯 但是有隧道 哇哦 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 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奇 还有小兔乔治 佩奇喜欢做兔子 乔治也喜欢做兔子 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 真是美味啊 不要 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连试都不想试 那好吧 我们就能多吃点了 瑞贝卡 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来外面吧 我演示给你看 我们来跳吧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林阳夫人 还有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好奶油 好了 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晚安啦 孩子们 晚安 宁宁 佩奇和苏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注意啦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呀 林阳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阳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啦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船员们准备好了吗 是的 船长猪爸爸 那我们出发咯 哦 船在向后行驶 小心这座桥 差点就撞上了 再见 再见 玩得开心点儿 希望我的船回来的时候能够安然无恙 你别那么担心 不会有事的 佩奇 挑响铃铛 遵命 船长爸爸 我有一点饿了 我也是 猪爷爷给我们准备了食物在厨房里 船上也有厨房 没错 船上有一个小厨房 跟我来 佩奇和乔治进入了船的内部 哇哦 这个厨房可真够小的 食物在哪里呢 很显然应该是在这里 天呐 很显然并不在这里 那就一定是在这里 可这个并不是食物呀 这厨房里的东西都放的乱七八糟的 哇哦 是电视 朱爸爸找不到食物放在哪儿 实在太难找了 如果这是我的厨房 我就会把食物放在这里 哦 干得好佩奇 佩奇找到了食物 真好吃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太太 你们想吃面包吗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面包给鸭子吃 小心啦 前面有长长的芦苇 别担心 朱爷爷的船能很轻松地穿过去 卡住了吗 没有 我们试试倒退 现在卡住了吧 是的 哦 糟糕 朱爷爷的船卡在了芦苇丛中 苏姨 我带了我的太迪 我带了我的小猴子 恐龙 我带了野餐玩具套装 我们一起来玩过家家 哦 是鸭子们呀 我们每次出来野餐的时候 总是能够见到他们 我们可以假装来喝橙汁 我们还可以假装吃蛋糕 这是假想的蛋糕 真的非常不错呢 哦 天呐 鸭子们可不稀罕这假想的蛋糕 哦 好吧 那小猴子 恐龙先生 还有泰迪 就可以多吃一点啦 嗯 味道真好 小猴子说 这是最好吃的蛋糕 佩奇 乔治 该回家了 再见 苏姨 再见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爸爸 我们现在也该回家啦 苏姨 好的 爸爸 杯子 盘子 小猴 泰迪 哦 不好了 泰迪 你怎么没有被带走呢 佩奇又一次把她的泰迪忘了 佩奇一家到家了 哦 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车 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休息 让我的脚放松一下 然后 泰迪 我忘记泰迪了 哦 佩奇 难道要爸爸现在大老远的把车开回到野餐的地方去吗 呃 没事 我可以 是邮帝员 斑马先生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休息呢 斑马先生 今天我的确是休息 但是苏姨有个特别的包裹一定要送 哦 是给小猪 佩奇的 这个给你 佩奇 里面是什么呀 原来是泰迪 因为你把泰迪落下了 所以我们帮你送过来了 谢谢你了 苏姨 咯 瞧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真是一个巨大的泥坑啊 哈哈哈 佩奇 乔治 该洗澡了 哈哈哈 爸爸 妈妈 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泥坑 我看见泥坑了 快 进来洗澡 嗯 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玩一会儿吗 呵呵呵 不行 你们该洗澡了 哈哈哈哈 你和乔治觉得困了吗 没有 爸爸 我和乔治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困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可能还不怎么困 可我困了 我也是 啊 哈哈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洗澡 哈哈哈 哈哈哈 佩奇喜欢泼水 乔治也喜欢泼水 佩奇和乔治都喜欢泼水 哈哈哈哈 别再玩了 快停下 快出来擦干把睡衣穿上 哦 我们不可以在浴缸里多待会儿吗 妈妈 哈哈哈哈 洗澡时间结束 现在是刷牙时间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先刷牙 哈哈哈哈 好了 牙也刷好了 去睡觉吧 嗯 我觉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 快去睡觉 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好耶 佩奇和乔治喜欢听故事 佩奇睡觉时会把泰迪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乔治睡觉时会把恐龙先生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现在你们该觉得困了吧 一点也不困 我们想听好多好多睡前故事 爸爸只能给你们读一个故事 你们想听哪一个 去找份放进红色箱子的报纸 去找份放进红色箱子的报纸 乔治想回收爸爸的报纸 哦 我的报纸还没看完 不能给你 乔治 你得等一下 看完了 拿去吧 乔治 乔治 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 乔治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 太好了 我们走吧 妈妈拿着瓶子 佩奇拿着一拉罐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爸爸 好了 爸爸 那我们走吧 Recycle Recycle We're going to recycle Ting cans Portles Newspapers Recycle Recycle We're going to recycle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 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哇 瓶子 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 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奇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恐龙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我就知道 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恐龙 不要害怕 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 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的真是太准了 佩奇 是 乔治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跟我来 最后一个惊喜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佩奇 我想呀 我想呀 估计还是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吧 那是什么 我们只要给它冲上气就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冲气城堡 佩奇喜欢冲气城堡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好 我确定你的眼睛没有问题 不是的 妈妈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没有谁眼睛闭上了 还能看到东西的 哦 为什么突然说起要戴眼睛 佩德罗对眼睛非常的了解 他的爸爸是一名眼光师 好的佩奇 那就带你到真正的眼光师那儿去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吧 乔治 你也要去检查视力吗 不要 佩奇到了眼光师这里 马先生就是眼光师 你好啊 佩奇 请坐下吧 好了 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我想检查一下视力 谢谢 没问题 把这副特殊眼镜戴上 然后看看这个表 马先生要为佩奇检查视力 你能把这些字母都读出来吗 好的 嗯 A B C D E F 很好 现在来读一下这些数字 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非常好 现在请说出这些颜色 红色 绿色 橙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非常好 我确认结果的时候 你要去挑一副眼镜吗 是的 我要 这副眼镜怎么样 佩奇 看起来真好笑 对了 你觉得这副怎么样 这副太大了 那么这副呢 哇哦 我喜欢这副眼镜 妈妈 不错 佩奇 你看上去非常惹眼 我看上去非常惹眼 佩奇也想要来滑冰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佩奇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哦天呐 好滑 好气的爸爸 哈哈哈哈 乔治 你想不想滑冰啊 呃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她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奇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佩奇 就是用脚往前推 然后滑 推 推 滑 明白了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嘿嘿嘿嘿嘿嘿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嘿嘿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 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 怎么停不下来 哦 天呐 我忘了叫佩奇怎么停下来了 哦 哦 我停不下来了 小心 哇 哈哈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沙堡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沙子 他们用水桶来建造城堡的塔楼 嗯 很棒的城堡 好耶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哦 我们的船不见了 你看啊 奶奶 哦 糟糕 猪爷爷在船上睡着了 然后船就这样飘走了 我们得把猪爷爷叫醒 我们大家用力大声喊 猪爷爷 快醒醒 快醒醒 哦 天呐 猪爷爷还在睡觉怎么办呢 哈里我们实在太远了 所以听不到 我们被困在海盗岛上了 我们都被遗去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百年 看来我们只能靠吃野果和野莓卫生了 不 我们还可以靠吃虫子还有青蛙 家长们准备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我在哪儿 你好啊 嗨 大家好啊 你们玩得开心吗 是的 真真不好意思 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东西 我马上回来 快看呐 爷爷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好呗 欢迎登船 我的小宝贝们 糊涂的猪爷爷 我们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真是对不起 猪奶奶 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不会再睡着了 再见了 海盗岛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很喜欢海盗岛 我们以后能再来玩吗 那当然可以了 佩奇 太好了 佩奇 选我 选我 可是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呀 和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 好吧 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哦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准备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哎呀 妈妈 猪爸爸跑在最前面 爸爸妈妈 加油 爸爸 谢谢你 你跑得真快 现在轮到我跑了 佩奇 不要讲话了 快跑 快跑 走啦 加油 啊 加油 啊 啊 揩赛的是小象艾米粒 爸爸 我一个奖都没拿到 别担心 佩琪 比赛还没结束呢 今天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 拔河 男女大对抗 听到我说开始以后 你们就使劲拉绳子 女生会赢的 你们不会赢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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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加油 努力 我再拉呀 所有人都努力再拉 结果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嘞 如果和别人分享 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 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 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 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 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哦 糟糕啊 这个游戏进行得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 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 怎么一起好好玩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要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理查德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们可以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 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 恐龙 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 那你的眼睛丢了吗 爸爸 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睛 今天没有 眼睛我现在正戴着呢 可这样不公平 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 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 好的 太棒了 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 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还有恐龙先生 说的没错 你们要看清楚 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和恐龙先生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非常好 麻烦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 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 听脚步声 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现在它又下来了 可以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 有一件东西不在桌上了 知道是什么吗 桌上有恐龙先生 还有小鱼 盒子里的小丑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嗯 是太迪 回答正确 太迪不见了 干得漂亮 佩奇乔治 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我们是世界著名的侦探 啊 这只是神秘事件的一半 你们需要找到太迪 嗯 我不知道 地上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 这是蛋糕碎屑 放大镜 让地上的蛋糕碎屑清晰可见 我想太迪是不是一直在吃蛋糕呢 瞧这些蛋糕碎屑 往这儿延伸 看来太迪吃了不少蛋糕 乔治已经很使劲地在吹了 他都快没气了 乔治 你吹得还不够使劲哦 我知道怎样让乔治可以吹泡泡 先把棍子在里面沾一沾 拿起来 四周挥一挥 泡泡 泡泡 跑起来泡泡会更多的 等等我 小只吹泡泡吹得好开心 佩奇戳泡泡 戳得也很开心 我好喜欢泡泡 哦糟糕 泡泡器里面都空了 爸爸 妈妈 泡泡泡吹不住泡泡了 别担心佩奇 我有办法 猪妈妈 请帮我拿一个水桶 没问题 猪爸爸 佩奇 去拿洗洁精 没问题 爸爸 乔治 把我的旧网球拍拿来 水桶 洗洁精 旧网球拍 猪爸爸他要做什么 首先 我需要一些水 加洗洁精 然后把旧网球拍给我 谢谢 现在仔细看好了 猪爸爸自己做了一个泡泡器 大家一起来 小心啊 猪爸爸 别滑倒了 我会小心的 树木 树木 除了树木 还是树木 佩奇 这说明你没看仔细 好吧 我会很仔细的去看 可是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呀 哦 这是什么呀 佩奇找到了一些脚印 这些是谁的脚印啊 抗狼 不是呢 乔治 这才不是恐龙的脚印呢 我们跟着这些脚印 看会是谁的 好啊 噓 我们要很安静 这样才不会吓跑人家 好的妈妈 乔治 噓 噓 噓 佩奇和乔治跟着这些脚印 哦 你看 原来这些脚印是小鸟的 它飞到树上去了 哪里啊 给你 佩奇 用望远镜来看 望远镜能看清远处 我看到一只 两只 三只小鸟宝宝 噓 它们在吃什么呀 噓 它们在吃虫子 噓 真是太恶心了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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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找到了更多的脚印 噓 这些是谁的小脚印啊 这些是蚂蚁弄出来的小脚印 它们在收集树叶 打食物 它们会吃色拉当午餐吗 会的 说到午餐 我们来野餐吧 噓 野餐 猪爸爸 你把食物放在车上了 对不对 呃 对 但这不是问题 我们回车上去吃午餐吧 那该走哪条路回去 地图会告诉我们 走这边 噓 为什么会有棵树 地图上可没有 噓 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是吗 呃 是的 该怎么找到我们的小汽车呢 乔治又找到了一些脚印 真是奇怪呀 里面怎么没有说明书 说不定是因为太简单了 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 妈妈 我们能帮忙吗 当然 首先我需要一块板 嘿嘿嘿嘿 这里有一块绿色的板 谢谢你 佩奇 现在我需要四条腿 嘿嘿嘿嘿嘿嘿嘿 一 二 三 四 四条蓝色的腿 妈妈 非常好 我们马上就能装好它 这里有一扇红色的门 谢谢你 猪爸爸 这下装好了 做得好 猪妈妈 还是非常小啊 我们有那么多玩具 怎么放得进去呢 确实有点小了 哦 乔治又找到了一块板 哦 说不定那是备用的板 可是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板呢 哦 糟糕 哦 那个柜子太小了 因为猪妈妈没有把所有的板都用上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拆了 再重新组装 哦 糟了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就好了 是谁来了 你们好啊 我刚刚在我的货车里发现了这个 这是那个不见了的说明书 这下我们组装就简单多了 太好了 这个说明书看上去非常复杂呀 还是没有用 根本看不懂 把它交给我吧 猪爸爸 我非常喜欢组装这些东西 真的吗 那我们要帮点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烧壶水 然后帮我冲一杯茶 麻烦再帮我加六块糖 大家都在为斑马先生准备茶和饼干 你的茶好了 斑马先生 哇 斑马先生已经把玩具柜装好了 我的天哪 你装得好快 是的 而且我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去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巧克力的味道 可怜的猪爸爸 好玩的事都错过了 妈妈 我能打电话给爸爸吗 跟他说生日快乐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是猪爸爸工作的办公室 你好 我是兔先生 请说 请问 我可不可以和猪爸爸说话呀 有人找你 猪爸爸 听上去很重要呢 你好啊 我是猪爸爸 请说 生日快乐 爸爸 生日快乐 谢谢你 佩奇 不要太晚回家哦 爸爸 再见 再见 生日快乐 猪爸爸 谢谢你们 在猪爸爸回来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做 没错 要准备爸爸的生日惊喜 嘘 乔治 记住了 这是一个秘密 嘘 佩奇和乔治拎着两桶水 猪妈妈拿着气球 真想知道猪爸爸的生日惊喜是什么 爸爸回来了 快点 回到屋子里去 猪爸爸已经下班回家了 生日快乐 猪爸爸 谢谢你们大家 哇哦 上面有好多蜡烛啊 那是因为你很老很老了 爸爸 你必须一口气 把这些蜡烛全都吹灭 嘿嘿嘿 我会尽力都吹灭的 太棒了 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谢谢你 新靴子 这太棒了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姨 亲爱的苏姨 嗯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奇和乔治 嘿嘿嘿嘿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用红色的 班马苏姨想接收 还有最重要的是 贴上邮票 嘿嘿嘿嘿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妮 苏西 艾米丽 瑞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他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奇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是我记的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是给我的吗 我现在能打开吗 这是给你的 苏姨 但在你打开之前必须先送出去 这个程序叫做邮递 哦 今天有这么多信件要送出去 我最好现在就开始 乔治和我也可以一起来吗 上来吧 佩奇 乔治 一会儿见 佩奇和乔治在帮斑马先生送信 这里是斑马苏仪的房子 这封信是寄给斑马苏仪小姐的 斑马苏仪小姐的 斑马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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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都是苏仪的 那封是我的信 能让我来送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喜欢送信 妈妈 看 这些信都是寄给我的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奇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 我们能去坐火车吗 呃 我正在给孩子们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 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 那当然可以了 呃 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请举手 我 我 我 想留在这儿的 请你们把手都举好喽 好吧 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突然路上出现了一滩泥 这会让我们都陷进泥里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条路吧 这只是一滩泥而已 来吧 哥特鲁德 你可以过去的 来吧 巴士 你也可以的 巴士陷进泥里去了 哦 真倒霉 你好啊 兔小姐 你今天怎么样 我陷进泥里去了 你能救我出来吗 没问题 你的卡车马力够大吗 相信我吧 成功了吗 呃 没有 我们需要一辆马力更大的车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的 但还是谢谢你了 我有个办法了 猪爷爷的火车可以把我拉出来 呃 是个好主意 兔小姐 猪爷爷的小火车要把兔小姐的巴士从泥里拉出来 马力全开 加油 哥特鲁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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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觉得在未来 我会住在月球上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我 而我会坐在火箭里面 你好啊 现在我们给未来的人录制一段视频吧 对未来的人说 你们好啊 你们好啊 未来的人 你们可能现在已经住在月球上了 就要到火星去度假了 还坐着火箭到处飞 对不对 非常好 回家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了 爸爸妈妈 我们做了一棵时间胶囊 啊 猪爸爸 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挖一个坑吧 好的 没问题 为了埋时间胶囊 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 好了 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 哈哈 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 埋上很多很多年 嗯 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佩琪 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 我记得 那时候我也是她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 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 营养夫人 是的 营养夫人 哈哈哈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 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 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 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臭臭拖鞋 不行 实在是太臭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旧椅子 但是这可是古董啊 古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作为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 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 根本不值钱的 等我修好了它就会值很多钱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猪爸爸 哈哈哈 我知道了 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 好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易卖的东西的 都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哈哈哈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再见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去 别告诉他 他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 易卖活动的日子到了 你好 你好 兔小姐 佩琪 这把椅子怎么样 感觉有点破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 用来烧火 可是 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 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 你好 佩琪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七乔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七乔 妈妈 妈妈 你看 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它们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嘿嘿嘿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 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哦 哈哈 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 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你好 朱爷爷 你好啊 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它们去哪里了 现在只有我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真喜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 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 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哦 看呐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嗡嗡 好的 来扮成蜜蜂吧 嗡嗡 割草鸡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到佩琪的家去了 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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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们大家好啊 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 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 所以有点问题 别担心 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 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 没错 就叫这个 你好呀 割草宝 爷爷 我们可以开割草堡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成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割草堡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了 割完了 那我们出发了 我比你们快 我们没有在比赛配骑 这只是场轻松的自行车之旅 是的 爸爸 但是还是我比较快 现在我们比较快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佩奇 我们赢了比赛 你们没有赢爸爸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呀 但是现在开始了 对不着我了吧 你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你们好 鸭子们 我在骑自行车呢 你们好 啊 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欢骑自行车 哦 我忘了我有多讨厌骑自行车走上坡路了 地面现在非常陡 地面现在非常陡了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 这真是个累人的工作 猪妈妈 你没有在踩踏板 对不起猪爸爸 我只顾欣赏景色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都到达了山顶上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 你好 佩奇 你们好 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 佩奇 你想要参加比赛吗 好的 只要我们是骑车下坡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我鸣笛之后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就像这样 佩德罗抢先出发了 等一下佩德罗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对不起猪爸爸 把嘴张大一点 啊 再张大一点 啊 好了 让我来看看 大象医生用小镜子来看牙齿 希望你没有吃太多的糖果佩奇 啊 啊 当你嘴巴张开时实在很难说话 啊 哈哈哈哈 好了 检查完了 牙齿又白又干净 她就和我一样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可以喝漱口水了吗 可以 但不能喝下去 要把它吐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乔治 现在该你了 不要 乔治不想做检查 当医生检查你的牙齿时 或许你可以抱着恐龙先生 哈哈哈哈 嗯 恐龙 哈哈哈哈 很高兴见到你 恐龙先生 医生 那不是真的恐龙 那是塑料做的 哈哈哈哈 抓稳了 你做得很棒 乔治 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他的牙齿 乔治 张开嘴 像这样 啊 呵呵 啊 对 就是这样 检查完了 你有很健康 洁白的牙齿 乔治 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 大象医生 啊 是的 哈哈哈哈 乔治为自己洁白的牙齿自豪 乔治 别忘了喝漱口水啊 哦 等等 这是什么 怎么了 大象医生 乔治的牙齿很干净 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 优优独播剧场 哈哈哈 哈哈哈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车车加油啊 你做得到的 车车加油 好 好 好 佩琪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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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 像这样 喃喃咧哟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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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回声 野餐时间到了 佩奇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 每当我们野餐时 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 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哦 你好 鸭太太 要不要吃点面包 鸭子今天很幸运 有很多面包